欢迎回来共同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第一道小题 哇第一道小题看一看乐乐老师我的身后 好像有好多只蚊子趴在上面的感觉对吧 好了这道小题如何去做呢 跟着我共同来瞧一瞧 我们先看看题目 说的是什么事啊 悠悠跟闹闹家家减减玩游戏 悠悠拿出四顶帽子 三顶红的一顶花的 她让闹闹家家减减先闭上眼睛 给他们各戴上一顶 把最后一顶藏起来 然后让他们睁开眼睛 谁都不准摘下自己的帽子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看到对方的 然后对他们说 能最先猜出自己戴的帽子是红的还是花的 这个人就是最聪明的 这闹闹看见家家减减没有反应 很茫然 于是闹闹抢着说我的帽子是红色的 那么同学们你知道她是凭什么猜出来的吗 注意了那接下来请大家先暂停视频键 想一想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 怎么这个闹闹就猜出来自己脑袋上戴的是红色的帽子了 怎么样 同学们你们想清楚了吗 好的特别的厉害啊 有一些宝宝已经想清楚了 实际上呀 咱们今天遇到的这属于有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问题 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呀 注意了步骤 哎 我就可以这样去做 尝试一下 不满足要求排除掉从而确定最终的答案 好不好 那接下来准备了解敌过程 我把呢悠悠闹闹家家和剪剪全都请过来 你看排成这样的队形了啊 好了 由于四个人都很清楚 那四顶帽子 三顶红的 一顶花的 而且呢 这个悠悠藏起来一顶 对不对 好 也就意味着这三个人脑袋上都要戴帽子 没问题吧 好的 那接下来 哇 家家这个帽子还好 剪剪这个帽子有点难看啊 好了 那接下来跟着乐老师我们来看看 注意了 他说呀 这个悠悠呢 把最后一顶藏起来 然后呢 对他们说 谁先猜出自己帽子戴的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人就是最聪明的 我们来看 那那 看这句话啊 看见家家简简没有反应很茫然 哎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尝试了 你说这闹闹 如果脑袋上戴的是花的 我先写写看啊 哎 如果他脑袋上戴的是花的 同学们 你要是家家的话 注意了 我都知道四顶帽子当中 只有一顶是花的 那你要戴的是花的 我肯定戴的是红色的 对不对 哎 他能没反应吗 不会没反应 特别迅速就把他脑袋上戴的帽子的颜色 是不是判断出来了呀 同样道理呢 简简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假设他们都不傻 对吧 好了 那好 所以呀 我就清楚了 由于这闹闹 看到他们俩人挺茫然的 为什么茫然呀 你戴的是红的 哎 这家家我就想 到底我这脑袋上是红的还是花的呀 说不准 他看到他们的这个也是 哎呀 说不准 到底我这个是红的还是花的呀 不知道 所以呀 你看看 这里面闹闹挺聪明的 因为他看到他俩人挺茫然的 从而推出自己脑袋上戴的也应该是红色的 对不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石老师点睛 同学们记住了 简单的推理问题呀 我们可以遵循以下的三步 那就是尝试排除最后再确定最终的答案 你学会了吗